原标题 原大总统病重 这个女人用写法为她熬药 袁世凯却说 不客 袁世凯在近代史中 可谓以大名鼎鼎 他不仅兵不协认 就让新政府交出了准权 而且还悍然篡位 当上了红线皇帝 可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 他倒行逆施 惹怒了全体国人 先是汹汹的讨员声浪彼此起伏 接下来 还爆发了推翻袁世凯的护国运动 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不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袁世凯内外交困 一病不起 他在堪堪要不行的时候 一个女人竟用下人的血法 给他熬了一碗药汤 袁世凯看着药碗 却紧张得连连摆手道 不喝 不喝 袁世凯是军人出神 用好听的字眼说 就是身经百战 用不好听的字眼说 就是杀人如麻 一碗什么样的汤药 竟将袁世凯下得连说不喝 您要想知道这件事背后的真相 那就让小编给您一一揭秘 在中国古代 由于医疗水平的浅缺 后此出现了很多荒唐的药法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您就知道当时风行一时的神药 究竟有多么的荒谬 我们都读过俊先生的小说药 那里面的主人公 竟然用人 血 馒头治疗劳病 劳病又称肺结核 那是结核分支感军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想要治愈 简单不复杂 需要注射能杀死病菌的卡纳梅素 人 血 馒头 能杀死结核分支感军吗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小编之所以说了这么多 只想讲一件事 那就是过去很多治病的写法 都是很扯淡的 人 血 馒头还荒谬的写招有一个 那就是哥哥 用人肉炖汤 给病人服下 小编随手举几个例子 您就知道这个写法有多么的不靠谱了 二十世纪的自中国 有一位被称为千年国粹 一代如宗的国学马大师 马大师的父亲患病 眼看久 要眼眼一息了 当时用医给出了个点子 血 肉醉不行气 不妨因事 马大师唯一救赴的办法就是哥哥 可是马大师是家里的毒鸟 他二姐一狠心 就替他干了哥哥的事 最后的结果是 马大师的父亲 并没有因为一碗人 肉 他 而延长寿命 而马大师的二姐 哥哥感染 十多天后 就香消欲允了 小编磨叽了半天 下面进入正题 袁世凯面对着国人的反对 重病缠身 眼看着就要延延一息了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 袁世凯一书中回忆 袁世凯又病 袁家人全都集成火上了房 要知道 袁世凯就是一棵大树 如果这棵大树倒了 袁家也就散了 一时间 北京的名医 全都被袁家人请到了府内 进口的好药 不管贵贱 全都被袁家人买到了病床前 可是袁世凯的病只见沉重 不见起色 袁世凯的三儿席位秀 袁世凯就曾经为他割骨 可是袁世凯却根本不信割骨能 治病了一说 当即摆手 表示拒绝服用 袁世凯不管干过什么一天的坏事 可是在这件事之上 确实是做到了不迷信 不盲从 表现得非常明智 割骨确实是非常野蛮和荒谬的 到了现代 终于被科学的大扫帚 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延传统员 中文字幕延传统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